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谈一谈南瓜的种植过程中最大的问题 就是白粉的问题 那么南瓜非常有营养 那么含有丰富的甲和胡萝卜素 所以对心脏病和防癌抗癌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它还具有调节血糖的作用 所以对糖尿病病人也有很好的作用 非常好的食品 可是就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往往会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白粉的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在生长过程当中的白粉问题 我们这个视频将详细地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在南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有足够的阳光和保持干燥 因为南瓜的叶子巨大 所以说它很容易遮挡阳光 并且使得腾部的空气流通不畅 所以就是把遮挡阳光和阻碍空气流通的大叶子 剪掉它 我们看到这个大叶子 我们把它剪掉 像这个叶子 我们就把它剪掉 这样剪掉这个叶子以后呢 我们不但减少了真菌的蔓液 同时呢 我们还增加了让这个枝叶增加了一些空间 让它的一些阳光能够能够照下来 而且它的空气流通会得到改善 这些老叶子在结果果以后呢 那么它参加新陈代谢和阳光和作用的作用 就非常的微不足道 所以说留着它也没有用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彻底的都清除掉 这样会增加阳光的摄入和空气流通 所以我们尽量的把这些老的枝叶全都cut掉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瓜的这些 看这个结瓜了 结瓜的这些枝叶呢 它们往往都是只需要这些新的枝叶 来提供光和作用就够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老的枝叶全部cut掉 我们就cut掉 看我们这些枝叶全是新的枝叶没有真菌 而这个老的枝叶它会有产生这种可能 产生真菌的可能 所以我们要果断地把它们全都去掉 像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 黄的枝叶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我们你看这黄的 这些黄的枝叶 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 所以你要是尽量地把它们都减掉 因为这些东西呢 往往会引起一些虫子 会引来很多的虫子 或者是痰或者是一些疾病 所以说把它剪掉 像这个枝子 所以已经没有用的枝 没有用的枝子 所以我们尽量地把它cut掉 没有必要让它继续在这儿吸收营养 那么我们剪下来的这些叶子 全都送到这个垃圾桶 送到这个green bean里边去 我们送到这个green bean里 然后它们可以这个 它们可以出 凡是有这个病菌 能够生存 并且能够传染的这些东西 我们尽量地从我们的这个后院里边 把它清除出去 所以不要留着来 来这个做 继续做有机肥 来瘤肥 这样的话有可能会 有病菌产生 然后我们用这个苏打 baking soda baking soda 我们用苏打 我们用一小勺 这种一小勺苏打水 我们丢着这个苏打水 我们就可以了 我们用苏打水 进行冲洗这些 留下来的这些叶子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刮果 我们后院里边的真菌的产生 和蔓延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接键 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